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每一次重叠的视线 穿起了时间预留的线 被看穿的体贴 会默默纪念 无形的躲避当作起点 每一次重逢的瞬间 穿起了缘分预留的线 穿梭与手指尖 幻化成纪念 变成只有你在才有的画面 因为遇见你 我才一点一点 找回自己 能读懂眼底 从陌生到陌生 抹住时间的线 我们一点一点 做回自己 让一切注定的牵连 不再分离 我一想到 这么多年来你被别人这么设计着 你不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狠 我有多痛 这十七年 我本来可以给你过最好的生活 结果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 可为什么 为什么你偏偏要替祸害你的女人养孩子 其实我这些年的生活 也没有妈想象的那么不堪 我学了我最喜欢的刺绣 嫁给了我心爱的人 还有乐童那么可爱的孩子 要说 现在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什么 就是因为你是我妈 你说什么 妈 你还不明白吗 你就为了自己 去掩饰 去掩饰你曾犯过的错 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很羞耻 姑姑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还真被张雨昕说中了 她跟我说过 只要我找回自己的家人 这个家就会变得支离破碎 虽然 虽然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但是我们却在一直互相伤害 但是我们却在一直互相伤害 这样的家人 我宁可不要 爷爷 爷爷 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呀 你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她可是张雨昕的女儿啊 咱们进屋吧 你们说什么 乐童是张雨昕的女儿 咱们进屋吧 上帝保佑阿弥陀佛呀 这是李家造了什么孽了呀 这是李家造了什么孽了呀 一个儿子让狐狸精掺到了 另外一个儿子替别人养孩子呀 我头痛啊 我心也痛啊 我 走走走走走 那个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啊 那咱们就有话直说 那关于乐童 你们到底怎么打算的呀 乐童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不会放弃她 乐童是张雨昕的女儿啊 怎么会是你的女儿啊 张雨昕跟云哲都要离婚了 你还要把她的孩子留在家里 这像什么话呀 再说了 她的爸爸妈妈都活着呢 你管这个闲事做什么呀 乐童是乐童 张雨昕是张雨昕 我都说过了 乐童现在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养她到底的 雪原能隔断了吧 雪原能隔断了吧 你就是一个例子呀 从小你是王安玉待大的 可是金家的父母一出现 你立马就跑过去了呀 乐童也一样呀 你现在带着她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呀 爸 妈 我再说一遍 乐童是果果的女儿 也就是我李云凯的女儿 虽然 刚开始我知道 乐童是张雨昕女儿的时候 我也一时接受不了 但是相比抛下孩子不管 这个我跟果果的立场一样 办不到 如果你们非得反对的话 那我们一家三口 只能搬上这住了 张果果 云凯对你的态度 你已经很明白了 难道你非逼得她 和家里决裂吗 爸 难道你不是真心实意 疼爱乐童的吗 就因为她是张雨昕的女儿 就抛弃她 你不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吧 张果果 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 你还敢跟你公公顶嘴呀 自从我们家云凯认识了你啊 你把我们这个家搞得鸡飞狗跳的 我们都没有把你赶出去 你 你就该谢天谢地来 你怎么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对不起 爸妈 我刚刚说话激动了些 如果你们真接受不了乐童的话 我就带着她出去好了 果果 你说什么呢 你是家里的儿子 有你应尽的义务 可我是乐童的妈妈 我也要对她负责任 所以云凯 对不起 不是 我 爸 妈 这事说了多少遍了 说了多少遍了 我都说了我不在乎 你非得逼我是不是 行 怎么着怎么着 臭小子 早了你就别再回来 哥 牛兄 我输了 还想吃个小子 说得良好 可是你还没 ideas 我会有什么事 妈妈 你不会有故事 让你看到我这么软弱的样子 还真是可笑 乐童的事本来就是个累 早晚都得不好 挺好的 起码让我知道 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晚上有空吗 陪我再去喝一轮 以醉解千愁啊 还喝啊 你还别说 咱们兄弟俩最近这 能喝酒聊天的机会 还真是不少 这十七年 对于这种机会 真的挺难想象的 不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哥 爸 爸对你要求严格 不是因为他偏心我 而是因为他对你的要求更高 妈这么多年 把我这一个没有学员关系的孩子 带到这么大 挺不容易的 如果以后我没有机会笑顶他们了 你朋友跟他们说声抱歉 有什么想说的就自己说去 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 哪跟神经不对的 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要离开这个家了 带着果果 还有乐童搬出去撞 李云凯 你为了张果果跟那个孩子 连爸妈都不要了是吗 哥 哥 做这个决定 挺难的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抛下我的老婆 和女儿不管 张雨萱犯的错误 不该由无辜的人来承担 我爱果果 我也爱乐童 作为一个老公 一个爸爸 我必须保护他们 好 好一个福西行身哪 行啊 你走 你走了之后 不管李佳还是石创集团 都是我李云哲的 你甘心吗 哥其实这么多年 你误会我了 我从来没有想给你争过什么东西 从来没有 我就是辞掉律师的职务 也是为了跟爸赌气 因为我不想让他看扁我 这么多年 你把公司进行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打心地里佩服 所以不管是这个家还是公司 有你在 我很放心 站在自私的立场上 遇佛自己的弟弟和弟妹 就算赢了 也没什么意思 这些当婚不容易 结婚不容易 不要轻易放弃 好好过你的日子 把你帮过来说 谢了 哥 谢了 哥 你累了吧 你累了吧 来 妈陪你 我不用 不用 我不累 累了 走吧 我 哥哥 来 这么巧 你们去哪儿啊 我骆你们吧 不用了 前面就有车站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 妈妈 是我自己偷偷打电话上 送我过来的 你去帮她送我们吗 我们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 可能说她不是外人 乐彤 她是心疼你 别生气了 以前没有别人的时候 我们过得不也很好吧 乐彤 妈妈告诉你 就算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快乐地长大 知道吗 走吧 不过 那个 你们聊一下吧 乐彤 乐彤 你去车里等我们好吗 我跟你妈妈说一点话 来 坐 其实你们从李佳出来 我大概能猜到发生什么了 对不起啊 让你受了这么短过去 怎么打过去 没关系 可是 我只是想让你跟乐彤保持一点距离 我怕他知道了真相会难过 你的心意我能理解吗 你的心意我能理解吗 而且我也会完全照你说的做 不过 我还是想问一句 你真的放弃愿凯了吗 我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愿凯 只是眼下公公那么生气 对不起 我如果逼他逼得太紧的话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倒不如我退一步 给他点空间 也给我点时间 把事情解决了再说吧 好吧 那 既然你不想我送你回去 那我帮你退辆车吧 谢谢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他不会真带着孩子 离家出所抛弃我了吧 明天就要比赛了 准备得怎么样 其实我也没有多大的胜算 不过我跟张雨昕之间 用刺绣做个了断 应该再合适不过 如果张雨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跟云凯可以重新考虑得了吗 在他刚跟我求婚的那天啊 我就觉得 我们一辈子都会很幸福的 但现在恐怕很难了 你知道吗 他以前是个很开朗的人 但是现在 却变得运来越沉重 一边是我跟乐彤 一边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家里人 那你就自作主张替我做了决定吧 云凯 好了 接你的人来了 那我就走了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 抱歉啊 没事 我去带了头 我去带了头 有这么好的老公 还闹离家出走 现在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非得让我把你抓回去 张国光 这辈子 别想逃出我的手这么想 柳桃 也许这样 对你是最好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笑 我有什么不能笑的呀 老婆女儿在我身边 爸妈在家等着 还有我哥 在公司加班呢 我在家偷懒 面对未来这么幸福的生活 你告诉我 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吗 爸和妈的意思 你都明白了 还有你哥 你们 男人 在家里 永远是顶着 天塌下来也得男人顶着 不需要你一个女人 在外面担惊受怕的 在这方面 你永远被我长男女平等了 在这方面 我就是当男的主角 云凯 你放心吧 一切都搞定了 搞定了 这还一个晚上都没有到 你就搞定了 不对 你是不是 想带着我跟乐童走啊 你以为谁都跟你 遇到一点点小麻烦 就想跑 你放心吧 家里人不会再追究了 你 你可别想啊 偷偷摸摸的 就能把我们老李家的宝贝 李乐彤带走 休想 别做梦了 老公 你真棒 你这么好吃 我都表扬我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来 再亲一下 你给我好就好过一分钟 走吧 其实我今天来 是让大家揭开一个秘密 这就是从货车上取来的 行车记录仪 到底那天是谁 谁启动了启动机开关 大家看一眼就明白 是张有心 思辰 这件事 你准备怎么做啊 他这是明显的杀人未遂啊 张有心这个人心机太重 如果现在不阻止他 后果会不堪设想 不算有我不 Web 創人 那算了杀人 我们赢我的 je regular 决定就是 initiative 他算了吗 大家认备 他说我 我一定辩不许 你知道该委 expanded 你要什么 这个人 就会 Art 只有第一名的人 才有资格当秀城 这是当年我跟大嫂说的 我自然也会遵守阅队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那就进去吧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啊 免得 有那么难堪 希望你刺绣的技术 能跟你说谎一个例子 就像你妈跟大公母说的一样 您的衣服 是我 我自己在外面等车好了 奶奶你先回去吧 怎么可以 万一你丢了谁来负责 你亲妈那么喜欢抓人家小辫子 说不定又要用你来找茬了 奶奶 你知道我七生妈妈是谁吗 还会是谁 就是张果果 这我早就知道了 果果妈妈不是我的七生妈妈 你都晓得了 奶奶 我的亲生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不会是那一种老欺负人 又会偷东西老说谎的人吧 我怎么会晓得呢 小孩子不操心大人的事情 老童 你真的想知道自己的亲生妈妈是谁吗 云哲 你不要乱讲话 大伯父 你也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她 吴丽莎小姐 恭喜啊 最近又在国际影坛丰厚了 您能过来当这次次次秀比赛的评委 是我们金里德的荣幸 徐秀长太客气了 我记得当初走红毯的礼服 还是您带着张小姐设计秀制的 白天 投桃报礼是应该的 首先 在百芒之中 抽空光临的各位刺绣界大师 和吴丽莎女士 今天比赛的获胜者 将是金里德 新一代的秀长 我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道考题 找出十七年前 崔慧大师的一作 傅春山菊 在此之前 我想向大家先说明一件事情 十七年前 我从崔老师的手中 拿到了傅春山菊图 几经坎坷 保存至今 然而就在前几天 有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 不择手段 从我家中偷走了这张图 这谁做的 你有线索吗 我忘了在意派 女人在对眼中 都没有说明啊 你真正的 对眼督 全都不好 也看这些 对 我 冒乖 我们 给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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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秀师 这绣图明明就一直在我手里 你为什么说 有人把他偷走了呢 明明就是你拿 当时你还小 跟崔老师也并不认识 所以这幅绣饼 怎么会在你手上 张有心 麻烦你说谎 想好了再说 否则自己 缘都缘不回来 张果果 我真没想到你为了要赢得比赛 居然跟宋秀师一起来冤枉我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去崔老师那里拿绣图的人 除了宋秀师 还有另一位 那就是我的老师 徐慧杰 宋秀师说 当时是他拿走的绣图 可是我老师从小就告诉我说 绣图一直在他手里嘛 今天的富专山居图 也是他亲自那里 对吧 对吧 张雨昕是故意的 把我妈牵扯进来 还要他跟大伯母对峙 如果我妈说错话 当年他间接导致大伯母 大伯父车祸的事情 就会在所有人面前被揭穿 不过去亲情的那一天 张果果 等你能不过去亲情的那一天 才配当我的对手 怎么徐老师和宋老师 都说绣图在他们手里 董秀长 你是否可以让他们 各自说明一下 慧杰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一副绣图 这副绣图 这副绣图 这也是我认说 广哥 老师 我答应你 下面的两副绣图都赢 奶奶 既然张果果已经认输了 那我觉得 我们应该开始下一轮比赛了 吴丽莎小姐 跟其他评委的时间 也非常宝贵呢 作为军女阁的秀长 秀公和眼光缺一不可 一倍 雨昕 第二轮比赛 我要看看你们复原的 傅春山居图 六十年 刚才能说 我们日后 去 未经许 就是 适春的 很开心 因为 我不要是在见 另外一个妈妈 会让姑姑妈妈难过的 所以我就不要跟她见面了 姑姑啊 我看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吧 我这一针一线 可都是照着崔老师的 作品秀的 如果还是判定我输的话 就是对崔老师作品的不认可 你觉得 老秀长跟其他评委们 会怎么权衡呢 两位都准备好了吗 为了避免因为我个人的因素 影响了评分的标准 所以这一轮 全权委托在座的评委来评判 请你们用公正的眼光 选出最好的作品 监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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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昕的作品 她的作品平整光洁 在光线下显得璀璨夺目 好 允显一切进步不小 全途用的是平真绣 只有借胶借造 才能使作品文理清晰 达到丝丝相扣的效果 在这背后 恐怕是真真见血的普攻吧 没关系的 其实受了一点小伤 没什么的 刚才董秀长说过 好的平真绣是私理极佳 那金一辈的作品 半点光泽都没有 是不是你只拿出了入门学徒的实力啊 没错 我的作品是一点光影都没有 请大家看崔老师的绣品 她的绣品也是一点光影都没有 因为历时长久 又加上多次清理 难免思现的光泽会有受损的 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 那你应该是入门修徒的水准吧 以崔老师的技术 想让作品显示出光泽并不难 而熟知平真绣绣法的人 大家应该知道 显光不难 压光难 我想问大家 金吕阁近几年几代人 都在寻求复原真真法 却一直不得解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复春山居图 它有着独特的绘画技巧 长批麻村 主要就在于压光 出针 还有入针 丝线的排列规矩 都有独特的技巧 好 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我告诉你啊 别想用一幅破破烂烂的作品 就想赢了我 别做梦 雨昕 你也别太激动 我觉得 金一辈说的有几分道理 我见过这么多的作品 但是一点光泽也没有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金一辈 能不能再给我们 多介绍一点呢 好 举例说明 山峰的部分 不能绣得太密 否则会发光 山分阳面 还有阴面 阴面要密 阳面要梳 一针一线 都是在独特的技巧中把握的 当初金里格的先祖 看到傅城城居图的局部图 就想完成全卷的绣制 可是到了我跟崔师姐这一辈 依然无法能刺绣 来表达长批麻春画法的诀窍 一辈 你实现了金里格 几代人的梦想 原来是鸭光秀 这种事情只有你们金家人才会知道啊 还说什么公平竞争 明明就是你们先内定了规则 你们这样要我怎么赢啊 崔老师的绣图在你手中留了这么久 你都竟然没有发现其中针线隐藏的奥秘 而果果呢 他是用心在做刺绣的 所以才能做出这副不拘一格的作品 你们两个相比 高下利剑 金一辈 你的刺绣技法和眼光 使我不得不佩服 经过第二回合的竞赛 我们评委们一致认为 金一辈 获胜 给第二个 Neil 我永远的是妈妈的心肝宝背 哈哈 如果以前人不重来 我宁可放弃比赛 也要保住我的女儿跟家庭 老师 你们赢了 我就知道我的头顶是最有秀的 谢谢 大伯父要带我去找妈妈的 妈妈怎么还容易来了 在这儿干嘛呢 赶紧回家 我是来帮我妈妈加油的 我妈妈说了 只要能看到我 什么比赛都能赢 妈妈 你帮哪个妈妈加油啊 你好奇怪呀 只有果果妈妈 一个妈妈 你那么喜欢她 喜欢她你自己都不关心 自己的亲生妈妈是谁了是吧 还不是呢 你快点出去 这是我妈妈的房间 你快点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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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想巴结张果果 你知不知道 她最恨的人就是你亲生妈妈 怎么可能会真心喜欢你啊 才不是呢 我妈妈不知道有多爱我 我妈妈说了我是她最喜欢的女儿 你我耳朵也没有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怕乐彤饿了给她找点吃的啊 你饿不饿 一会儿比完再吃吧 乐彤过来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乐彤 来 爸爸给你买饮料喝了 来着 乐彤 你跟爸爸去外边等着 妈妈还要准备下场比赛呢 好不好 怎么了 妈妈 张果果最讨厌的就是你的亲生妈妈 你觉得她还会喜欢你吗 快起来 快起来 没事吧 没事吧 妈妈 没关系 马上就要比赛了 我们得去做做准备了 天哪 这怎么回事啊 先扶起来 果果 怎么 怎么会这样的 这是比赛用的衣服 谁弄的 谁弄的 妈妈 对不起 不去拜托太奶奶 只能带给你一点时间好不好 你过来 你 妈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非要毁了果果你才高兴 是不是张立新叫你这么做的啊 你说话呀 是不是 妈 妈 妈你别吃东东 他们不是故意的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你可以把你信信念念的位子 传给张雨昕 也可以顺利成章 把我再次赶出金鱼哥 事情不是那样的 你不要再胡说了行不行啊 我有哪一点说错了 我不是说了吗 她不是故意的 你干吗一起说她呀 好了 乐童啊 我们不哭了啊 麻烦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啊 嗯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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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什么好忧郁的 如果错过这一次机会 我可能永远都会失去 当我一遍妈妈的资格 当我一遍妈妈的资格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有一宗故意伤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就在锦绣艺术馆里 报警 是警察要来抓于昕了吗 这可怎么办 快 等会儿 их接通吧 我们一秒钟 就跟我劣秀 我很 growing SO 我会肯定不会 一定会得 shortened 自预定有因素 扔价ここ 雨昕 妈 你怎么来这儿了 雨昕 来不及解释了 快跟我走 我在这比赛呢 我怎么走得开啊 天大事儿 你等我比完了再说 哎呀 等比完赛一切就都晚了 快跟我走吧 妈 我这辈子 就这一次翻身的机会了 你等我赢了比赛 回来好好跟你说 哎呀 雨昕 雨昕 兽衣重要的不是漂亮 或者是舒适 而是他承载着人生前的回忆 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 老秀长曾经说过 他希望穿着这件兽衣 去见他最想见的人 我想 那个人应该是十七年前 因为车祸离世的金志达 我的丈夫 所以 我选了我丈夫生前 最喜欢的艾草来染色 用他最喜欢的三二扣 来做衣服的盘扣 希望将来有一天 老秀长和我丈夫 能靠着艾草的香味 找到彼此 再度团聚 装着回忆 这是我看到现在 最温暖人心的作品 是 那么我想看一下 这件兽衣的后面 又有什么设计呢 大猿 其实是我女儿 在比赛前 她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我跟她说 这件衣服 是太奶奶要去天堂时穿的衣服 她就说 希望我们的想念 可以一直陪着太奶奶 这样她就不会寂寞 所以我就在上面绣了六支大雁 我记得在李清照的诗中曾经写过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诗 月满西楼 所以这上面的六支大雁 就代表我们全家人 对奶奶的爱 你刚刚绣上去的 这么短的时间 你怎么来得及呢 其实是老师 她之前教过我 左手画圈 右手画圆 所以我就悄悄地偷了根来 自己摸索出了双手刺绣的方法 双手同时刺绣 实在难得 你们能用细腻的心思 洞察人心 再用刺绣来描绘出人内心的情感 这一点我非常感动 看到这套衣服 我就能想到 自打小手我抱着她的情景 谢谢你们 现在 看下一位候选人的衣服 不是这件啊 我笑的明明是另一件 一定是搞错了吧 那不是男时兽医吗 是这件兽医的错 说什么呢 妈 明明就不是这件啊 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 我 我跟徐慧杰校长有一些误会 你还我的兽医拿出来啊 不用了 你做的兽医已经不在了 那这件兽医是给谁穿的 这是给过世的智达大哥 谁让你给智达做兽医的 你有什么资格给她做兽医 我知道我现在认错 已经太迟了 恐怕一辈子都得不到大嫂 跟全家人的谅解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奢望 我只是想要还原事情的真相 站在这里 跟智达大哥说一声 说一声对不起 十七年前 为了在金与阁继承人的 比赛当中赢得大嫂 我偷偷地烧掉大嫂比赛的裙子 大嫂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她曾经给过我机会 你把你大嫂的绣袍给烧了 我们嫂就知道 之所以没告诉妈 那是因为绣袍 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我一心只想当绣长 我就连夜赶去了江里 跟大嫂抢富城山剧图 结果在外面上 我间接导致了大哥和大嫂 发生了沉户 大嫂 大嫂 那你什么喇叭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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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是我实在太害怕 我就开车逃离了现场 妈妈 妈妈 你别走啊 躲在这儿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当时一辈 居然也在我的车上 他就是在那场 车祸当中走失的 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厚颜无耻地 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在大嫂身上 有好几次 有好几次 我真的很想叹白 但是我太自私 我太害怕 尤其是在一辈回来的后 我为了想多跟我女儿相处一点时间 我才一直难到了现在 我还有太多太多事 没来得及为我女儿去做 我是那么想那么想留在她身边 但是我发现 我撒得谎越多 我的女儿就离我越来越远 我现在 不管是金吕哥的秀长也好 其他什么名利我都无所谓 我都不在乎 我只要我的女儿能够重新接纳我 我只希望在最后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陪着我 可以让我保留 对这份真爱的回忆 真爱 到现在你还有两个 我说真爱 为了这枚戒指 我们两个之间就彻底断了 我还顽疯 我都只要弄散 滚开 我到薯萨里待着 警察马上就走了 云哲 云哲 你还不明白啊 根本不需要什么警察 没有你我跟特朗儿有什么区别啊 我爱你 我当死了也会爱你的 我会带着他们 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玉琪 玉琪 你可不能犯糊涂呀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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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犯糊涂呀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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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琪